三家电视台之间有一个默契 哪一家的基本演员 你只能够待在哪个电视台 但那个时候呢 就和中视 我一直在华视 中视呢 要找我去演 就是各位知道的 华西联 但是碰到合约的问题 华视一直不愿意放 结果张经理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激 站在我这个位置上 我是绝对不可能放你走 但是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 我祝福 说这么一句话 其实他已经在爱识我 可以 所以才有后面的华西联 可能各位的年龄都 都还没有赶上那个年代 曾经有过三台默契的 那有一段时间 就这么一件事情 那么三台的基本演员 基本上是他们三台之间 三家电视台之间 有一个默契 彼此之间 不能串流 就是哪一家的基本演员 你只能够待在你 但是为了 个人的生计 个人的发展 演艺界 有很多的艺人 发起了一个 就是抵制的那样的事情 但那个时候呢 正好中士 我一直在华西 中士呢 要找我去研 就是各位知道的 华西联 但是碰到合约的问题 华西一直不愿意放 那个时候呢 我一直不管 我也记住了 神圣性海 直到最后 张经理把我找去了 他那时候是华西联 我就跟他讲 我说 我在这边 其实也没有什么 多大的作用 但我想说 你与其这样的人 为什么不放我自由 结果张经理说了一句话 让我非常的感动 他说 站在我这个位置上 我是绝对不可能放你走的 但是站在一个朋友的立场 我祝福 说这么一句话 其实他已经在爱是我 可以 所以才有后面的华西联 我想要再拍戏吗 任何一个演员 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要拍戏 即将要开始有一个电影 大概预计12月初吧 我现在还不能剧透 你有看历史的时候在拍一个冬天 你会不会觉得说 你也想要拍 网络上面是 我尽可能的不碰你 因为 不管你说什么 你不可能取悦每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说的是真理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个人 他跟你吃的是 不同的历史 不同的想法 那就很可能 造成一个很争论 我觉得这个时代 我们最需要的是平台 而不是 斗争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 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的人生 所以 没有 我也没有资格 为他的任何的支持 做任何的助金 就来说 你就大概知道 让 我一直以为 我 fiscalировать 第二次 社群 一